长白线的令霄性子豪爽大方 喜欢交朋友好友 他的家境富有 家中宾客如云 谈笑风生 朋友变天下 只要他有事 亲朋好友的知道后 都争先恐后的前来相助 让人羡慕 在此地有名 而每每亲朋好友的家中有事 令霄总是慷慨解囊相助 一致千金 出手阔绰 眉头都不皱一下 他和妻子成亲多年 膝下只有一子 名叫令茂 长得虎头虎脑得很是可爱 客人们都特别喜欢他 多年后 他的妻子因病离世 令霄和妻子感情好 悲痛欲绝 泪如泉涌 他的儿子令茂长大了 哭得死去活来的 让人潸然泪下 前来吊咽的人络绎不绝 安葬的时候 送葬的队伍一眼望不到头 因为对妻子感情深 令霄没有再娶 经常地和亲朋好友的相聚 日子过得也不孤单 有一天 有个猎人送他一只野猪 他设宴请亲戚们前来相聚 可是过了好久 人都到了 只有和他关系最好的旧宫没有到场 他想让仆人去请 可想了想 为了表示诚意 让自己的儿子令茂亲自去请 令茂骑马急急出门去了 过了会 忽然狂风大作 炸雷响起 快下雨了 令霄的旧宫住在邻村 相隔甚远 令茂阳边催马急急现前行 过了会 豆大的雨点落在身上 大雨滂沱 令茂冒雨前行 眼睛快睁不开了 地上的雨水汇聚成小河 他的衣服湿透了 可他怕父亲着急 没有找地方躲雨 茂雨前行 过了会 雨越来越大 忽然 一声炸雷响起 震耳欲聋 马儿受惊 忽然脱江狂跑 令茂被摔下马来 被洪水卷走了 这一幕 被一个钓鱼老翁看在眼里 却说令霄 和宾客们在家中等待着 过了好久 令茂都没有回来 街都议论纷纷的 觉得那老旧宫看到下大雨了 不会来了 令霄不甘心 觉得不请来老旧宫 自己面子上过不去 又等了一会 令茂依然没有回来 令霄只好和客人们吃喝起来 交谈甚欢 几个时辰过后 雨小了 众人却都有了醉意 弹性正浓 正当众人摇头晃脑的 弹鼓论金之时 门外进来一位 身穿缩衣的老翁 令霄一看 这不是附近喜欢钓鱼的 刘老汉吗 忙热情地把他迎进来 老渔翁拿出一个 湿漉漉的玉佩 令霄一看 大惊 这不是儿子 另冒地身上佩戴的玉佩吗 怎会在他手里 老渔翁满脸悲痛 到处经过 盗玉佩在地上捡的 令霄听罢 肝胆欲碎 老泪纵横 贪坐在地上 众人听罢 都甚是难过 潸然泪下 不约而同地出去 帮忙寻找 可是一行人寻找了好久 无果 令霄觉得儿子凶多吉少了 心如刀割 茶饭不思 夜不能寐 胡思乱想的 一夜之间老了很多 此后 他的亲朋好友四处寻找 一个月后 终于在野外找到令茂的尸体 已经腐烂了 凭着衣服和鞋才认出来 令霄目睹 大叫一声晕过去了 醒来后 看到令茂的尸体已经入恋 亲朋好友的已经布置了灵堂 皆都劝他节哀顺便 事已至此 人死不能复活 还是保重身体要紧 他呆呆傻傻的看着那口黑漆棺材 心如刀绞 泪水成河 只好把他埋葬了 儿子死后 令霄欲欲寡欢 茶饭不思 面容憔悴不堪 亲朋好友的纷纷登门看望 每天都有人围拢着身边照顾他 让令茂甚是感动 重新振作起来 可是失去了儿子 他无心打理生意 酗酒如命 每天都喝得醉熏熏的 不醉不归 慢慢的生意不好 不再赚钱 只能用家中的积蓄维持生活 依然和亲朋好友的相聚一堂 吃着美味佳肴 喝着美酒 浑浑噩噩地过日子 刚开始 亲朋好友的都劝他振作起来 好好打理生意 再娶一个媳妇 可他执意不肯 到妻儿已去 自己有他们相伴 并不孤独 不久 生意赔本 关门必客 他没有生活来源 坐吃山空 亲朋好友的有事情 他依然尽力解囊相助 慢慢的家财散尽 无钱请客 慢慢的亲朋好友的灯门少了 他很是失落 每每夜晚独坐灯下 思绪澎湃 想起以前自己是何等的风光 而如今却是门庭冷落 先有人来 想了很多很多 几天后 他狠狠心 把豪宅卖掉 卖了不少银子 买了一个普通的旧房子居住 有了钱 他又做个小生意 没想到 生意兴隆 财源广进 有了钱 他开始频频设宴请客 亲朋好友的又陆续登门拜访 把酒言欢 谈笑风生 又回到以前快活的日子 令霄心情大好 每次都喝得醉醺醺的 看到亲朋好友的还像以前一样对自己热情帮助 甚是欣慰 有一天 宾客们陆续离去 家中又剩他一人 他望着满桌的杯盘狼藉 心里空落落的 失落惆怅 想起自己的妻儿 老泪纵横 正在难过 忽然看到桌上一只硕大的白色老鼠 小心翼翼地去抓盘中的盛菜 样子可怜 令霄心地善良 善待动物 便装着没有看到一样闭目养神 任由他去 过了会 没了动静 他徐徐睁开眼睛一看 不由惊呆了 就这一会的时间 桌上菜肴都没了 很是奇怪 他一个老鼠 怎么把菜肴都搬走了 此后 每每宴席散去 那个大鼠都会出现 把剩菜席卷一空 时间长了 那大鼠不再怕他 慢慢地赶至前 有了他的陪伴 令霄觉得自己不再孤单了 令霄心里好奇 他一个老鼠 怎么能吃下这么多东西 有一天 偷偷跟着他 只见他叼着食物 来到后院一墙壁下 墙壁下 竟然露出一个能容人进入的洞穴 大鼠进入 令霄偷偷进去 里面宽敞明亮 目睹此景 惊恶地张大嘴 只见里面 一群大大小小的老鼠 都静静地趴在地上 看到大鼠进来 皆都恭恭敬敬地起身 犹如人一样向他坐衣 吱吱吱叫着 场面很壮观 看样子 那大鼠是个鼠王 亲朋好友的知道后 都大吃一惊 皆都苦口婆心地劝他 把那些老鼠打死 或者撵走 要不然 后患无穷 可令霄依然我行我素 有一天晚上 一行人又在他家相聚 吃完饭 皆都有了醉意 令霄喝醉了 醉倒在桌前 含声如雷了 一行人商量一番 藏起来 偷窥着 不大会 果然看到一只 犹如猫大的大鼠 大摇大摆地前来 跳到桌子 叼起剩菜离开 一行人 摒弃宁悉地 跟在后面 进入洞穴里 看到里面 果真有很多老鼠 一行人久禁上来了 群情激昂地 带着稿头棍棒 打砸他们 老鼠们 惊慌失措地 四散逃离 但仍然打死了 不少老鼠 那个大鼠不见了 一行人还不解恨 竟然把墙壁都砸倒了 破旧的墙壁轰然倒塌 一声巨响 令霄被惊醒 急急出去一看 顿时惊呆了 欲哭无泪 可看着一行人 对他关爱的目光 只好叹口气 作罢了 此后 那大鼠不再前来 令霄担心他的处境 心里难过 经常常叹短虚的 又恢复了失落惆怅的感觉 几年后 他的年纪越来越大 精力不足 慢慢地生意不好做 最后也赔本关门了 家中仅有的一点钱 都搭进去了 一夜之间 他变成一个穷光蛋 亲朋好友的再无人登门 就是碰到他 也是视若无睹地绕路而行 他原本性子清高 自尊心强 可家中日子实在难过 快揭不开锅了 只好后研制亲戚们家借粮 可不是铁将军把门 就是苦着脸向他哭穷 到自家日子不好过 婉言拒绝了他 他走了一遭 只讨了一点米 还是一个贫穷的朋友给的 一路上 他思绪万千 五味俱全 亮呛着回家 想起自己以前呼朋唤友 何等的风光 而如今 真是富在深山有远亲 穷在街头无人问 人性薄凉 万念俱灰 很是绝望 回到家里 他病倒了 孤零零的一个人躺在床上 想着自己以前 掏心掏肝地对待他们 而如今自己落难了 却都比兔子跑得还快 越想越难过 越想越气 浑身难受 口渴得厉害 却没有力气起来 昏昏噩噩地躺在床上等死 过了会 迷迷糊糊中听到声音 心里想着 谁还会前来探望他 徐徐睁开眼睛一看 不由又惊又喜 竟是那大鼠 他来到床前 犹如人一样直立行走 用爪子端来一碗水 递给他 令霄激动万分 心里酸涩 泪水夺况而出 流着泪 把水喝下去了 此后 大鼠每天都来 总是给他带来一些吃事 在他帮助下 令霄慢慢好起来了 可是病愈后 他的身子骨不好 弯腰驼背 行动不变 白发苍苍 面容憔悄 真的老了 已经无力劳作了 只靠大鼠给他送食物 勉强糊口 他以前吃的是山珍海味 喝的是美酒 可如今却是 他仰天长叹 泪眼婆娑 做梦都没有想到 自己老了 会落魄成这样 有一天 大鼠给他送来一条鱼 令霄心情好点了 呆呆看着香喷喷的鱼肉 使尽咽口口水 想着再有一壶酒就好了 那大鼠似乎看出他的心思 出去了 过了会 竟然送来来一壶酒 令霄非常高兴 吃着鱼肉 开怀畅饮 忽然觉得这是一生中最美的美味 泪水夺况而出 感叹要是有一坛子酒就好了 自己死而无憾了 最近一段日子 村子里频频丢失东西 村民们都痛恨这个小偷 皆都发誓一定要抓住他 可是这个小偷来无影去无踪的 就是抓不到 甚是奇怪 最近酒馆经常丢酒 掌柜的暴跳如雷 训斥小二一顿 命他这几天抓住那偷酒的贼 如若不然 卷铺盖走人 小二吓得面如土色 连连答应着 晚上不敢入睡 有一天深夜 实在困得受不了了 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睡梦中 忽然听到动静 以为来了贼 摸索着拿起床边准备好的棍子 捏手捏脚地起来一看 一惊 只见在月光下一个白衣人抱着一坛子好酒 惊慌失措地狂跑出去 来人啊 捉贼了 小二大喊大叫的 急急追上去 村民们听到声音 不约而同地拿起棍棒 搞头 义愤填膺地蜂拥而出 跟在小二后面 追赶那白衣人 那白衣人极快来到令萧家里 一行人群情激昂地进入 抓住白衣人拳脚相加 一顿暴打 竟然把他打死了 坏了 咱们只想出口恶气 却把人打死了 这可如何是好啊 小二吓得面如土色 瘫坐地上 欲哭无泪 正在这时 那白衣人忽然消失 面前现一瘦大的白鼠 已经死去了 人们顿时目瞪口呆 呆呆傻傻地看着 此时 听到动静地令萧起来 颤颤巍巍地过来 目睹此景 顿时目瞪口呆 继而 大呼一声 晕过去了 人们把他搀扶进去 放在床上 忽然发现他已经死了 人们看着地上死去的白鼠 和床上的令萧 忽然安静下来 思绪澎湃 五味杂沉 潸然泪下 在村政主持下 只好把令萧埋葬了 把白鼠埋在他的坟旁了 出葬那天 坟墓前 忽然从四面八方涌出来 大大小小的 各种各样 不计其数的的老鼠 密密麻麻的甚是骇人 人们大惊 皆都吓得倒吸一口凉气 浑身颤抖 有人欲打 被村政制止了 那些成千上万的老鼠 并没有伤害他们 而是犹如人一样直立行走 连连向坟前作医 场面很壮观 让人感叹不已 过了会 群属散去了 忽然安静下来 人们默默无语地看着 一高一矮的坟墓 感叹万千 唏嘘不已 静默一会 各自叹息着离去了 ..! 珍ech